透過瑜伽等增強激勵輔助治療 才成功大幅改善生活品質 陳律師公開自己20年前 就開始長全身疼痛 不過早年一切並不清楚疾病為何 找到解方可說好不容易 這個疾病其實它對於人的身心的影響是大的 那但是就是就確實有人把它稱為公主病 我自己個人是會覺得這其實會造成了病患心中的壓力 被稱為公主病的是纖維肌痛症 典型症狀包括持續三個月廣泛性疼痛 還有異常疲累 難以專心 以及有失眠問題 一界有個口訣 一痛二累三失眠 美國歌手Lady Gaga也曾因為患此病取消演唱會 不過纖維肌痛症盛行率 其實在全球是百分之零點七到十三點四 醫師點出主要號發在年輕女性族群 女比男約為七比一 目前並不認為它是一個遺傳的問題 但是可能會從小到大的一些 幼小的一些創傷 或者是說壓力 或者是長期忍受疼痛 慢慢讓這個人的身體對於疼痛的忍受力 慢慢下降是有相關的 纖維肌痛症患者通常得併用兩種以上藥物治療 搭配規律運動 多管其下改善 醫師強調常見情況是不關注 不治療 導致病情持續惡化 讓身體抵抗力越來越低 隨著國際間近年整理出纖維肌痛症診斷標準 判有類似症狀民眾多加留意 八大新聞 林區報導